好,接下來介紹這款 Figurized Standard 系列的響鬼 Hibiki 和惠很帥啊 玩具本體 這一次我的感想也是比較微妙啊 首先本來主打的這個 這個身體表面的 塑膠效果是真的 很漂亮,真的很神奇 為什麼有辦法 就是不用做任何的塗裝 就會有這種奇妙的 反光的效果 也不是金屬紙 它就是 有一種類似彩虹的 流光的感覺 雖然沒有說像當初宣傳圖的那麼絢麗 但是依然是很漂亮 尤其如果用比較強的燈光去照的話 就更漂亮 好,啊但是 整個比例 你如果看宣傳圖的話 就會覺得它比例很奇怪 啊我 實際拼起來之後 就 比例的感覺就還好 宣傳圖 會讓人覺得頭太大了 身體很瘦小 感覺好像頭跟身體是不同比例的東西一樣 實體組裝好之後 比較沒有那麼強烈的那種感覺 但是肯定會有的問題就是 它實在是太瘦了 怎麼會 這麼瘦 胸部完全 整個胸部應該要再撞一圈才對吧 怎麼會這麼瘦呢 好,然後 分色也算比較差 這一次貼紙的部分用了很多 一方面當然也是因為 他本來人物設計 手臂這一圈這個漸層的顏色就比較麻煩 然後這種線條 銀色線條啊 這一圈銀色的裡面還要是深咖啡色的 這些 在模型上沒辦法透過分色 必須貼貼紙是可以理解的啦 只是 就真的是量有點多 那 我本來是打算偷懶 像他身體這種銀色的零件 還有腳啦 這些 我本來是打算都偷懶用他原本的那個淺灰色的零件 裝一裝就算了 但是 手臂這個銀色線條啊 因為他是圓弧面 你用貼紙效果一定很差 所以我就 還是上色了 然後一上色之後 我這邊有上銀色 這邊是 原本塑膠的淺灰色 整個質感不同意 我就很難過 所以我最後就還是上色了 那就算是效果還不錯啦 我自己是還滿滿意的 Hibiki這個角色這邊很適合用乾刷啊 就 推薦大家試試看 用銀色乾掃 效果很漂亮 好 那 手臂這邊的紫色漸層也是 呃 貼貼紙那個效果我實在是覺得不行 他貼紙邊緣這邊交界會很明顯 尤其這種弧面本袋一向為了讓貼紙可以貼得更老 都會設計讓貼紙在交界處有重疊 就是他貼紙會黏到自己的貼紙 當然就是會黏得更牢靠啦 可是那一條重疊的部分就會很明顯 好 所以這邊也是我自己用水性漆去筆圖 然後嘗試做了漸層的效果 就都還算可以吧 過得去吧 好 然後背後這個骨棒我就比較偷懶了 就只上了比較關鍵的一些顏色 點綴一下 腰帶中間這個是貼貼紙 好 那銀色的部分一樣我有上漆 好 側面有他變身用的音叉 折疊狀態 臉部 透明紙的零件 裡面也是透過貼貼紙來表現出這個 微妙的 微妙的鬼 的的的 臉 Hibiki這個 其實 真的是很特別的一個假面騎士 他在劇中 也沒有一個算是敷衍的東西 而是這樣子一個詭異的面罩 而是這樣子一個詭異的面罩 肩膀有蝴蝶關節 可以往外拉一點點 肩甲這裡 跟肩膀的關節是有做連動的 就是你往上抬的時候 肩甲自然而然就會跟著動 而且 他往上抬的幅度可以抬到這麼高 就你都不用特地去做什麼調整 只是你在把手臂放下來的時候 就要自己手動把它蓋回來 然後有迴轉關節 手肘只有一重關節 只能折這樣 稍微大於90度 如此 阿 胸腰這邊是比較差的 他雖然有兩個球關節 可是後仰只能 仰這麼一點點 阿前彎也只能彎這麼一點點 雖然他有兩重球關節 可是 不知道為什麼 就兩個球關節 好像都沒有發揮到太大的 就都只發揮到一點點作用 不知道哪邊出了問題 這邊後仰跟前彎的角度 我覺得都沒有讓人很滿意 阿 迴轉就當然有 膝蓋 呃不是 髖關節這邊有下拉關節 所以他前踢可以踢到這樣 90度 側披 整個90度也是沒有問題 大腿這邊有迴轉 膝蓋兩重關節 腳踝這裡 是 本袋慣用的 斜肘的那種關節 這裡 斜著插進去的肘 所以他的接地是有的 好 如此 然後也有前後的轉軸 OK 好 再來其他的配件方面 首先 首先這個 有附這個 放大招的時候 這個骨放大的零件 他這個零件基本上整塊是金色的 這些黑色紅色銀色 我都是貼貼紙 這一個大骨我就真的懶得再去幫他上色了 好再來 好啦 看過就算了 放旁邊 有附獨立的骨棒 他骨棒背後這邊有附收納的版本 然後也有附獨立的拔下來的版本 這個版本他就是直接跟手型做在一起 畢竟你會想要把這個骨棒抓下來 也一定就是會抓在手上 所以他這樣做我覺得是很合理的 好 這邊這個火焰的特效可以拔下來 可以換上 這個鬼頭的 零件 然後要注意一下他這邊其實是有造型的 他是一個半圓形的裝 所以要對一下 所以要對一下 如此 好 啊一樣 這個骨棒 就我都有稍微上一下色 而且這個骨棒其實他造型做得很細緻啊 就這種單獨一條的紋 紋路 底下這邊都還有做 類似裂縫的刻紋 這裡也有 這個都是他造型上特意做出來的 那骨棒握把這邊 這種一條一條的細條紋 就不知道大家鏡頭上看不看得到 總之他 確實是造型很細緻 很漂亮 但是 如果不上色的話 他就是單純的一根紅色的棒子 而且這個部分 雖然有附貼紙給你啦 可是 我是覺得這個貼紙貼出來的效果一定還是不如上色 好然後 然後陰差 陰差跟手型是分開的零件 可是其實就一樣 組裝的時候直接把它們組在一起就算了 陰差一樣我有稍微上一下色 好然後還有其他幾個擺POSE用的手型 好就是如此 就是如此 就這樣 可動度我覺得有點令人不滿意啦 然後 身上這些零件 真的要上色才會比較好看 真的要上色才會比較好看 他就不會像之前的電王或者是 柯嘎那麼推薦的 因為柯嘎跟電王都是 你 只要組裝貼貼紙 就會有很漂亮的效果了 可是這支Hibiki 我就覺得 這個 手臂的漸層啦 然後這些銀色的零件啊 真的要上色才會比較好看 你不上色的話那個效果 我覺得 很差強人意 另外也是他這個 可能是因為 本呆在試驗這種新的材料 沒有掌握得很好 所以他在組裝的組合度上 也不是那麼的順手 會有一些你要用 大力金剛紙硬壓 才壓得進去的部分 像大腿這邊他是前後盒 你就是要壓一下 還有手臂這裡 你看 這一條縫就會特別的明顯 那以往本呆這種 前後盒的零件 就算有縫也不應該這麼明顯 我這邊就是稍微動一下 他就會再裂開 就是他組合度不像以往的 應該說不像他正常的材質 那麼的優秀啦 好 那就是 這樣子吧 但這個材質的確是很漂亮 對響鬼有愛的還是可以買 好 就介紹到這邊 我是小夢 我們下部影片見 掰掰 不! 怎麼? 好 可以嗎? 我們是瀑布